Hello 我是Patrick 这段片又想和大家试一些新的产品 也是我自己未试过的 就是一款素食蛋白粉 一会就会坐下和大家试喝 这款粉据我的同事说是很好喝的 在一个素食蛋白粉里面是尤其好喝 这段片跟大家试一下 还未试之前就和你解释 素食蛋白粉和我们一般用的乳清蛋白 有什么主要分别呢 你应不应该转用 或者如果你想转用的话 应该怎么选呢 就请留意这段片 其实主要的分别呢 我会分为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们的氨基酸营养比例是会不同 那乳清蛋白呢 其实它是提炼至牛奶的一个营养制品 所以在一个蛋白质结构上面 其实就和我们人体就比较接近 那我们一般会称为是一个完整的蛋白质 那当然啦 是不是完整或者有多完整 也都视乎具体的产品的配方 但是一般乳清蛋白呢 我们称为完整的蛋白质 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氨基酸 就和我们人体需要的就比较接近一些 那而素食蛋白粉呢 尤其是部分一些比较单一成分的素食蛋白呢 其实它那个氨基酸的营养呢 就不是全面的 那所以有一些的氨基酸营养 可能我们的摄取呢 就会是有机会不足了 那这个是第一点的主要分别 就是它们的蛋白质营养是有不同的 第二点呢 就是那个口感 亦都是我这段影片呢 就最想和大家去尝试的 因为呢 这个素食蛋白粉呢 其实一般呢 你想想一下 其实它是用一些植物啦 就是一些豆啊 米去提煉出来啦 所以呢 很多的植物蛋白粉的产品 补充品呢 它的口感呢 都是很粗的 喝下去呢 就觉得不是那么舒服的 当然它也有个好处 就是因为它会有多少些纤维 令你觉得饱途些 但是呢 如果你就是喝开乳清蛋白 因为一些原因 你想转用素食蛋白粉 可能是因为你觉得素食蛋白粉的营养会好些啦 或者对身体的感觉好些的话呢 那很多人就会因为这个口感的问题 就为之却步 那这次呢 试这个Vegan这个牌子 那其实是一个美国的很出名的牌子啦 在他们那边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 Body Builder 是去创办出来的 那当然就是他们有个品质上面 做要求就会高一点啦 因为大家对于健身都比较有要求 那它这个呢 我听我的同事说呢 就是口感就很滑 那我自己也都想亲身试一下 那 还有呢 它挺好就是它是多种的 就是素食的蛋白质原料啦 就会可以解决了刚才提到的问题 就是很多的单一成分的素食蛋白粉 植物蛋白质 其实它那个安肌酸的营养就不是全面了 那另外提到啦 它也有写了就是Smooth Texture 它的口感是很滑的 那呢 我这次拿来试喝的 亦都是很大胆去选了一个Unflavored 原味 那其实原味呢 真的是很大胆的选择 就是因为很多产品呢 虽然标榜是原味 但是它可能是很难喝的 就是原味或者它不添加任何的调味剂 就不等于它好喝的嘛 闻下去就没什么味道 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质感是如何 这个好像那些落奶的杯 其实很滑的 看见它倒出来呢 就真的好像平常喝我们的乳清蛋白那样 不像是有什么渣 或者是那个 就是汁感不像我以前试过那些熟四蛋白粉 是的 就是你看到它真的很滑的 嗯 第一次呢 就其实觉得 淡淡的 因为呢 我选了是原味 那其实原味呢 有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 究竟是原味 究竟它是不甜 还是怎么样 那它这个味道呢 就有少少甜 其实比较像很淡的维他奶 或者很淡的豆奶 我觉得比较像豆浆 它没有加糖或者很少糖的感觉 其实挺喜欢的 是的 喝下去的那个挺舒服 而且是真的很滑 那喝下去呢 其实它那个after taste是挺不错 因为真的很舒服 你不会觉得有些渣 或者有什么苦味 或者有什么苦味 那就真的好像一个 好像没什么加糖的一个豆浆 那样